在这件事我们说形成层对齐 那到底怎么样才叫对齐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 削一个这个鞋面出来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形成层 形成层就是最外面的韧皮布 跟里面这个木质布中间的这一部分 就是形成层 就是这个看起来有点绿绿的这一部分 它就是形成层 那有的网友说 这个对齐形成层对齐形成层 是不是我们在对接的时候 最外面这一层对齐就好了 这样摸起来没有突出 表示它已经对齐了 是不是这样它形成层就对齐了 一般来说这样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一般来说你外面韧皮布对齐 里面它这个形成层 基本上也是对齐的 这样做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用这个比较粗的普通的树木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有的树木 它的直径非常粗的时候 它这个外面的皮非常的厚 有一些果实它就是皮厚的 可能你把它削开之后 它的皮都到这个位置 然后往里面去才是行动层 行动层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往里面去才是这个木质布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嫁接一个细的这种 纸条上来的话 如果我们还是这样 直接对齐这个最外面一层 你这样摸起来没有突出 可能你整个纸条对接的都在任皮布上面 根本就没有粘到这个行动层 如果你再细一点的话 可能直到这里 它离它还远 所以说我们平常都是说行动层对齐 为什么不说任皮布对齐 就是因为你要对齐行动层 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下节粗织的时候 它不是插到最边上的 而是稍微往边上 往这个中间来一点 为什么我们在削的时候 要让大家在这个上面削一个小斜面 这样把它先削一个小斜面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在削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这个行动层 大概在什么位置 这样好去下刀 才能找到它的行动层 如果它在这边的话 你这样要对到这个位置 要插到这里 这个行动层才能对齐 所以说行动层对齐 大家不要认为直接是最边上对齐 不是这样的 而是要找它的行动层的位置 找到了以后直接对齐 这样它嫁接的成功率才会高 行动层对齐是嫁接的关键 如果你行动层不对齐 你其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都是没用的 你削的再好 都是白大 希望这一点大家要重视起来 就是不要一味的认为